在娱乐圈里有一个特殊存在的演员 他就是于南你说他不火 但是人家却在出道的这些年里 斩获十个影后奖项你说他火 但是在娱乐圈的绯闻里 似乎也没有他才不像张子怡和巩俐一样 时常的出现在媒体中 但是他不像张子怡和巩俐一样 他的每一次归来 曝光必定带着他的新作品一名惊人 就像敢死队2里的 《麦北战狼》里的龙小云 还记得去年的电影《战狼2》吗 里面的女主角 就是他他把电影里龙小云的干脸洒落 以及身为军人身上的坚毅 果敢都给眼活了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 但却让人仿佛以为 他就是龙小云本人 就连吴京都说 如果没有龙小云 就没有《战狼2》 在面对演戏时 于南愿意为了这件事付出很多 在电影《无人区》里于南出演的那个 被卖到无人区加油站的妓女 在电影里被活埋的 而事实实在不是假装一下被活埋 于南真的是被一产一产突给埋起来了 这不是装的 于南没有用替身亲自体验了生死一线的感觉 和他合作过的徐珍都说 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演员 不是明星不是艺人是演员 他在好的电影里是闪光的 在烂电影里还是闪光的 但他始终是低调的自己于南 在他出道的这些年 我们关于知道他的事情似乎微乎其微 一度以为他离开了娱乐圈 后来才知道 这是于南有意在淡化明星的身份 回归演员的初衷 没有必要的电影宣传与出席 从不蹭红弹 不接广告 只因不想让自己变得太商业化 这种自由又有点韧性的演戏表达方式 或许是他成为一个优质的演员的刚需 于是他独树一帜的气质 变成了是墙外开花墙内不香 但是对于中国文艺片女王阵的称号 于南则认为 对于这种比较标签化的归类 对我来讲没那么重要 不管我未来出演什么角色 我觉得都是出于角色的本身 而非于南一定要演什么类型的角色 我觉得对于我的未来跟计划与设计 没有任何的关系